好 接著呢 跟各位說生意年會有什麼影響 剛剛跟你講過了 就把它反過來就好了嘛 反過來 正常年 東邊高西邊低 現在生意年就到過來 東邊會降低 西邊會變高 東風會減弱 甚至會變成西風 然後呢 陽流本來就是由東往西流 現在會減少 可能會反過來 然後溫度呢 就會變成中邊會比較高溫 西邊可能會比較低溫的狀況 所以一般就相反 然後呢 這裡講過了 就抑制所謂的永生流 然後呢 就沒有營養鹽 沒有營養鹽 就沒有浮游生物 然後呢 就沒有小魚 就沒有大魚 所以你看看 右下角就生意年 就沒什麼魚 海鳥也不見了 因為沒有魚可以吃了 就不見蛋了 就是所以呢 漁產會 漁獲會減少 農漁業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然後呢 整個 本來呢 應該是東邊會晴朗 西邊在下雨 現在會怎樣 反過來 會變成東邊比較會下雨 西邊會比較晴朗 會比較晴朗 整個 該下雨的地方不下雨 該下雨的地方下很多雨 所以整個雨量的狀況就會改變 然後呢 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你看 大部分就是一個叫做暖冬 冬天會比較溫暖 同時吹雨會變多 但是冬天會不會 2009年剩一年 理論上叫暖冬 可是當年有幾波強烈的寒流 就是因為北極震盪 跟上次那個什麼霸王級 寒流來的時候原因是一樣 OK 北極震盪關係 所以我們有幾個重大的寒流 那麼有人問我說老師 那為什麼會暖冬 為什麼會春雨會變多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告訴你 怎麼回事我們搞不清楚 聖音現象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其實還是搞不太清楚 我們只是從過去的歷史統計上看 如果這一年是聖音年 我們台灣大部分情況就是會發生暖冬 然後春雨會變多 但是百人百一定這樣 也不一定是這樣 只是說機會比較大 比較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OK 剛才是講的就是大氣格海洋的運動來解釋的 有人用海底火山來解釋聲音的狀況 就是海底火山噴發出來 然後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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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海底火山爆發 所以有很多的溫暖的海水 所以海水水溫就會變高 然後就可以來解釋 然後那個東西被 然後都上來溫度高 然後一些浮游生物就死翹翹 然後透明度降低 然後沒有浮游生物就沒有魚 之類的 然後這樣的方法可以解釋 為什麼漁獲會減少 為什麼海溫會上升 可是也有不能解釋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詮說到底成是對的 答案叫做不知道 我們其實到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到底為什麼會有聲音現象 到底為什麼會有聲音現象 我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不會考你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能就不知道不知道 那而且以前的聲音像大概四年一次 現在又亂 現在兩到七年都有亂掉 所以更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辦法去認真 努力的去研究去理解 把它理解 但是目前還不是完全明白它為什麼會產生 所以剛剛跟你講說 為什麼會暖冬 為什麼會肌肉變多 其實我們也不是非常的明白 但有一些解釋啦 有一些說法解釋 沒有非常的明白 所以讓你了解一下 這是關於聲音的部分